小时那个麻醉科医师也是蛮资深的 觉得说他都很醒了 也都很好 呼吸都很好 什么都很好 把管子拔了 看了半个小时病人就开始喘起来 越来越喘越来喘 就决定又再把管子放回去 你也知道因为已经很困难了 又经过开刀 所以更困难 所以后来就没有放回去 找个比特科医师来做气节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联合报元气网直播的元气医生 我们将透过医药记者声音叙事 用渗入浅出的方式 带给您最实用最有料的健康内容 以及最精辟的专家观点 各位元气医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联合报的医药记者蔡宜珍 不知听众朋友是否有开刀手术的经验 大家在手术的过程中最担心什么 我个人被开刀的次数还颇多的 我个人反而不会担心医师开刀的一些技术 而是怕自己醒不过来 或是醒来之后头痛 想吐很不舒服 那能不能醒来的这件事 就需要麻醉科的专科医师了 那麻醉科专科医师 有沉睡者的守护神之称 可见他的重要性 尤其现代人慢性病多 病情复杂 数前评估 更不能忽视 我们这集邀请到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麻醉部的 部主任陈昆宝 来帮我们分析一下什么是麻醉的高风险的族群 那高风险族群在数前麻醉的评估 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 你要是病人或是家人 该怎么配合医师 让手术过程更安全顺利 我们邀请陈昆宝陈主任 各位元气医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麻醉部部主任陈昆宝医师 那我也曾经担任过第三十届台湾麻醉医学会的理事长 那也是现任台湾呼吸道处理医学会的理事长 如同刚刚主持人所谈 麻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到现在为止 现代麻醉的发展 其实不过大概不到200年 那这200年的历史 麻醉其实创下很多的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第一个就是麻醉医学 麻醉医学其实是第一个 以现代的医学来讲 是以病人安全为重点的医学专业 那这个医学专业是对病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 没错 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对病人来讲 病人的安全 不管他是开刀 不管他是使用药物 不管他是做任何的处置 安全是很重要的 那在1984年 美国的麻醉医学会的理事长 那时候他们的主席 就开始对于病人安全有所关注 在1985年开始就成立了 一个就是病人安全的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开始对于病人安全 做很大的一个注意跟推广 其实台湾西元2000年左右 最近2000年左右就开始有病人安全委员会在台湾麻醉医学会里面成立 那我更早 其实我在民国85年左右 其实我就在像联合报啊民生报就开始在讲病人安全 那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在手术当中的麻醉安全是重中之重 那刚主持人也讲过就是说对于病人他害怕的事情 害怕的事情 当然手术也是很重要 那麻醉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在手术室里面在手术室里面常常笑说麻醉医师是除了手术以外 其他事情都是麻醉在处理的 我笑说是把食把尿 意思就是说不论病人的心跳血压呼吸 他的排尿量 给的输液的量 其实都是麻醉在处理的 所以我们其实是非常注意病人的安全 就麻醉需要注意的事项 总共好几十项 但我们说严重的 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心跳停止 死亡 心肌梗塞 中风 肾脏衰竭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可能的并发症 那甚至呢手术后的疼痛 也是很多人关注的 那当然刚刚也有提到说 那是不是醒不过来 那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甚至呢太早醒过来 开到一半如果万一醒过来怎么办 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 那还有当然包括呼吸的问题 神经损伤等等 其实很多啦 那这个都是我们要靠我们的专业 去帮病人把关 这个是很重要的 刚主任也跟我们谈了一下 就是说其实麻醉安全的这件事情 他从很早以前到现在 其实一直都被重视 而且是越来越重视 那刚刚主任也在谈 就是说整个麻醉的过程中 醒不来是当然是最严重 那太早醒来也是很可怕 我上个礼拜才跟某个人在聊 他就说他就是那种 麻醉之后太快醒来 结果痛得要死 对那整个整个那个医护团队 还要再帮他镇静 还要再后续做处理 这个确实是很麻烦 那再来我想要请教一下下 就是主任就是说 在手术中麻醉科医师的 看起来真的是身负重任 那要让手术过程安全顺利 术前的评估是非常重要 那可以请教医师就是说 哪一些高风险的人 他在做手术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那原因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们要预防一件事情 不是说那我就注意单点就好了 其实他是全面的 那全面的包括就是 病人他其实进到手术这件事情 对他来讲 他可能是一辈子可能就一次 那或者是 当然有些人比较辛苦 他就好几次 像主持人讲的 好几次他比较辛苦 那现代的麻醉 他需要做帮病人做全面的评估 那这个评估包括他 术前的一些准备 了解他的疾病史 疾病史 就是他 举例来说 他有高血压 心脏病 糖尿病 用什么药 这些都是他的疾病史 那还要有他的麻醉史 麻醉史就是他过去麻醉的历史 他有没有曾经发生过 麻醉一些重要的事件 比如说有些人 他会告诉你说 他曾经有在麻醉当中有休克 这件事情 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 那或者是说 他告诉你说 上次的麻醉科医师跟我说 我很困难插管 很困难插管 就是当大家把一个呼吸管 放到气管的过程中 他碰到困难 那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 因为会造成缺氧 所以当我们有知道这些讯息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去特别的注意 这个是疾病史 麻醉史 再来就是过敏史 过敏史 就是比如他对什么抗生素过敏 或是对某个药物过敏 那这样的话 我们既然知道了 我们就要想办法去避免它 或者是甚至 我们可能不知道他是哪个药 我们应该要让 如果他这个过敏是很严重的 比如说为什么说过敏很严重 比如说有些人的过敏只是皮肤红红的 那其实他也很快就消退了 那这可能是轻微的过敏 我们讲过敏严重可能是说他修课了 那这个甚至可能要去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那这几个历史之道之后 要看他现在用什么药 用什么药 再来就是我们必须知道他的呼吸道的检查 呼吸道的检查 比如说现在麻醉医师来看你的时候 他有可能会请你张开嘴巴 嘴巴尽量张得最大 然后请你舌头吐出来 然后看你的整个呼吸道的结构 然后看你牙齿是不是松动 那重要的就是看呼吸道是不是通畅 呼吸道通畅 因为你睡早之后 你呼吸道如果不通畅 就可能会呼吸会有问题 这个叫做呼吸道的评估 那这个是重要的一个步骤 那还有就是简单的 重要的一些理学检查 这个是麻醉医师在整个麻醉前 他会做到的一些事情 会做到一些事情 其实听起来听主任这样讲 其实麻醉看起来 好像大家在手术过程中 就医师来问个话 看一下好像没有那么重要 那其实听起来听主任这样讲 其实它是一个极度专业的事情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 有自己的疾病史 自己的用药史出现一些问题 那绝对是一定要告诉你的 麻醉科的医师 那再来我请教主任 就是说你行医这么多年 一直在麻醉科的这个领域 来行走多年 那你有遇过特别棘手的个案吗 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 每天都有很精彩的故事 真的喔 每天 我们来出一本书好了 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说 我们每天都有很多 可以缩嘴的地方 每天都有很多可以缩嘴的地方 那当然这个就是 我们处于一个非常重要 我觉得重要是什么 重要就是说 病人他在生命最重要的关头的时候交给你 把他的生命交给你 这个所以我教我们学员说 我们一定要很重视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要开刀通常都是 病人会经过一些挣扎考虑 然后他要解除他的疾病的问题 所以他要开这个刀 那真的是把生命交给你 因为你所有的生命机能都被控制 什么是生命机能呢 比如说你的呼吸 也被控制了 心跳被控制了 血压被控制了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那每天都有很多的故事 那我就简单的讲一下说 有一个孕妇 那他因为要控制甲状腺 甲状腺抗净的过程 他可能是比较年轻 这个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孕妇 他比较年轻 那所以他没有很常规的去服药 跟去给医生最终 他其实知道他甲状腺抗净的时间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也一段时间了 那但是他没有去规则的服药 那没有规则的服药 可能是说 诶当然吃一吃 然后他就觉得 诶我也比较好了 然后就不管 等到他又发作了 发作是什么 比如说心跳很快 血压高起来 心力不整 喘 或者是很怕热 那这些等等 他的症状产生了 他又跑去看医生 那医生又说 你的甲状腺抗净要治疗啊 当然治疗 治疗 这个事情当然不治疗了 这样 那这样反反复复 有一天 那准备要生产的时候 那发现甲状腺抗净很厉害 抗净很厉害 可是因为他要生产 那也不得不 不开刀 不开刀也不行 因为他已经就是 要临盆了 对对 要临盆了 所以 所以那 那这样我们就 想方设法 要去做好的准备 好的准备 当然 这个妇产科医生 他也也蛮不错的 就是说 他就 他就告诉这个产妇说 知道这个讯息 他就 请产妇 赶快去 新人代谢科医生那边 把药 加上去 然后调整 然后 之前 之前已经有稍微控制了 当然时间 并不是很足够 为什么知道时间 不是很足够 因为 后来验的甲状腺 数还是高 甲状腺的指数 还是高 然后心跳 还是快 血压还是高 还是有一些心理不整 并有一些传的那个症状 所以 所以知道他 不是那么 理想 那 那重要的是 就是 那 那麻醉应该怎么办 对啊 怎么办 麻醉就是应该要跟 互产科医生讨论 跟家属讨论 跟病人讨论 那我们采取的就是说 我们对他血压影响的比较小 那心跳影响比较少的药物 然后让他可以进行一个手术 那手术完呢 我们就请他赶快要汇诊 那现成代谢科 那继续照顾这样 那透过这样来去降低他 术后可能发生 发生甲状腺风暴的一些机会 那这个是重要的 当然 那大家都 好像那个闲 就是绷在那个工上 那如果能够更早 把这个事情准备好 那这是应该是 对于产妇是有更好的帮助 这个是 对于这样子的病人 那我们应该是这样处理 会比较好一点 其实开刀对病人来讲 无论是正常 或是他本身就有一些疾病在 他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所以如果开刀 下去真的有一些 不是那么容易预期到的事情 对那那真的是要小心 因为周遭起像 像甲状腺抗净 他真的是确实是 比较年轻的患者会得 那大家会认为说 那麻醉的高风险 可能就那些老人啦 慢性病的啊 但是大家一定没有想到说 连这么年轻的 甲状腺抗净的状况 都可能在手术的过程中 造成一些危害 那这样子让我想到 一个比较年轻的疾病 叫做呼吸中止症 那呼吸中止症 刚刚我们听 昨天来聊一下 说我们在检查的时候 在素前评估的时候 会请他嘴巴张大 对那嘴巴张大的这件事情啊 是不是跟我们的 要去观察 他有没有呼吸中止的 这件事情是有一点关系吗 那这样子的疾病 呼吸中止 因为我想很多人啦 都有 那在素前评估的时候 需要去留意或是需要去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吗 这个我们就是叫做睡眠呼吸中止 对 那现代人其实还蛮多这样子的问题 蛮多这样问题 那其实也不是说现代人比较多 而是可能是以前也没特别注意嘛 也没有那么了解 那现代人因为饮食也比较好 所以他可能有肥胖的问题 嗯 肥胖问题 他可能轻微的 那那可能还好 需要验的就是说他多严重 有一个指数叫做AHI AHI 就是就是说他会呼吸中止的一个指数 如果他在睡眠中 其实现在有一个叫做睡眠 睡眠的时候去看他的呼吸的那个状态 然后可以去去测这个AHI 如果大于30 大于30表示他是特别严重的 重度 那只要表示重度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们要很注意 注意什么 第一个 如果他又是肥胖 又是肥胖 然后他如果呼吸到有问题的话 他可能会困难插管 就是当我们要做一个全身麻醉的时候 我们是程序可能是这样 就是先给他吸氧气 吸给他吸氧气 然后麻醉医师在过程中 就偏会打一些安眠的药物 跟肌肉松弛的药 那再继续给病人供养 那可是有些病人他在这个阶段 他可能肥胖舌头很大 往后倒吗 往后倒 对舌头往后倒 再加上他可能一些解剖位置的关系 我们有一个叫做肥胭软骨 肥胭软骨 在喉咙之后有一个肥胭软骨 也可能会往后倒 会把那个深门 就是呼吸道的通气口 会挡到 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呼吸的阻塞 呼吸道的阻塞 就造成呼吸困难 那这个时候呼吸其实是 通常病人没有自己在呼吸 都是麻醉医师在帮他呼吸 我们都是用手动 或者用机器帮他呼吸 帮他压嘛 帮他压 对帮他压 之后下一个步骤就是要插管 插管 那插管是用一个工具 叫喉头筋 然后把气管内管 放到气管里面去 是 有时候这个过程中 可能会产生困难 因为他位置的关系 会产生困难 所以这种病人他就他会发生困难插管的机会就比较高 那当然如果说我们可以很顺利的就要建立呼吸道 把呼吸道建立好 当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那手术当然就可以继续进行 那第一关没有过的话 那手术就没有办法进行 而且更重要的是主持人问到一个重要问题 怎么办 就要赶快想方设法 那通常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医院就是有一个团队 然后我们就准备一些特殊的仪器 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叫做call help 赶快呼叫求救 赶快呼叫求救 那求救就有一些人手上的工作 如果可以停下来就会可以停下来帮忙 那我们还有一些重要的仪器设备 就可以来使用 那通常大部分是可以顺利的建立好他的呼吸道 建立好呼吸道 然后让手术可以进行 那这个是之前 那之后还有一个重要事情就是 手术结束以后 我们要可以拔管 对啊 对不对 要可以拔管 就是管子要拔起来 不然你总不然一直带着管子 是啊 要移除 对管子要移除 什么时候移除 就第一个要病人醒过来 第二个要他呼吸的功能已经恢复正常 就自主呼吸啦 自主呼吸 自己可以呼吸 对自主呼吸 但是这种病人 因为他很容易有呼吸道的阻塞 所以你一定要确定他 这两件事情都是很有把握 在你才把管子拔起来 不然也会有 比如说他他搞不好要睡着 他他在有管子 在气管的时候 他可能会觉得不舒服 他可能会有刺激 所以他你就觉得他醒了 可是等到你拔掉之后 他就舒服了 他睡着 他原本就有睡眠呼吸中止 他可能就会产生呼吸道的阻塞 那这个都是专业 是啊 好专业 决定要什么时候拔管 决定拔完管 然后要怎么样去处理 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而且是很细微 像这类的病人 他会不会延后拔管 我跟你说他的观察期 需不需要稍微久一点 长一点 需要吗 这有可能 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处理方法 甚至我们就再给他一点镇静 然后等到他再醒过来 有些人第一次醒过来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点挣扎 他再醒过来的时候 那我们再请他跟我一起配合 然后他你确定他再醒过来是很醒 很醒 然后他可以配合 那那个时候要拔再来拔 不是再很躁动 我前几天遇到那个人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太早醒来 当然太早醒来 他不是真的醒来 听说他就开始骂人抓人 干嘛 就是那个意识是混乱的 所以后来他们又就像刚刚那个主人讲的 又又让他就再镇定一下 再延续观察 哇听说一个小手术 早上第一台道进去 出那个休息室是晚上6点 很久吧 我可以再讲一个 分享一个经验 当然这个经验是别人的经验 但我知道过程我都很了解 就是关于困难插管的这件事情 二十几年前 二十几年前 那我们当然那时候没有那么好的工具 所以时代也不一样 就是二十几年前的时候 有一个病人 他就到一个医院去 然后他要做颈部的血管流的手术 那个病人就进去要麻醉了 打了药以后 那个呼吸管一直插不进去 一直插不进去 那个已经主任的病人 麻醉主任的病人 就一直插不进去 很辛苦 很辛苦 因为那时候工具没那么发达 所以就一直努力的要把它插进去 外科医生呢 在旁边看 他已经看到 觉得说哇怎么办 他就跟那个麻醉科主任说 那我们不然不要开了这样 这个有时候很奇妙 然后管子就进去了 真的吗 就放进去了 那放进去以后 那外科医生 因为他是整形外科医生就开开开开到 开到晚上六七点开完呢 那当然主持人刚才有讲啊 那我们就延后他拔管嘛 是啊 官场 就已经知道他很困难 插都很困难了 那拔呢 那就把管子就带到恢复室 然后就再给他镇静 然后醒过来他也很醒了 下一步怎么办 然后那个麻醉科医生呢 就因为刚好那时候已经交接班了嘛 因为都很顺利啊 所以就交给值班了 那值班医生就想 就去联络说 我们就让他去住交合病房 因为没有拔管去住交合病房 那那个时候呢 交合病人满床 那不然就带着呼吸管回去病房 那病房的呼吁人员啊 他就说 我们不要 因为我们不会照顾这种 有呼吸管的病人 很恐怖啊 是啊 不会照顾 这不要 那又过了半个小时 那个麻醉科医师 那也是蛮直升的 看了半天 觉得说他都很醒啊 爱都很好 呼吸都很好 什么都很好 把管子拔了吧 拔了 拔了以后 又在旁边 看了半个小时 病人就开始传起来 那越来越传越来越传 就决定又再把管子换回去 放回去 你也知道 因为已经很困难了 是 又经过开刀 是 又经过开刀 所以更困难了 是 所以后来就没有放回去 嗯 换回去怎么办 找耳鼻尔科医师来做气窃 啊 气窃 但是耳鼻尔科医师来的时候 不敢把那个 因为那个 怀科医师也有在这边做了一个 这叫Flap 皮瓣 皮瓣 他就不敢立刻把那个拆掉 然后做气窃 对 等于是有一个伤口啦 在这边 对啊 因为别的医生开了伤口 那放我来 我把你的那个伤口破坏 当然真的是需要 需要的时候还是需要啦 嗯嗯嗯嗯 那这给我们很 很大的教训啦 嗯嗯 就是当我们碰到这种困难的病人 我们以后 这等于是一个场景 嗯 那这个场景 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这种病人 嗯嗯 这其实我们有把它 拿来当 教材 教材 反复的去 让学生知道说 当你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处理 嗯 很重要 主任刚刚有提到像这样子 一些特殊的个案 或是说我们在开刀之前 就会预见说 他在麻醉过程中 可能会有一些 trouble的事情出现 那这个时候 会不会去做事先的模拟 那再来就是说 因为主任刚刚有提到 那有时候是20多年前的 器材不够好 或是药物不够先进之类的 对那因为现在的 整个医学的进步 是大幅的进步 有好的仪器 也有好的一些药物 那像这样子的 这些好的仪器或药物 他对这类的病人 可以有什么样的帮助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现在的医生的养成 大家知道现在医生的养成 碍于公死 大家知道现在医生有公死 对对对对 然后碍于现在的病人的意识 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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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实话的 因为比如说以前的医生的养成 那就是你去看 你就去看 然后就处理了这样 那这个当然不是很理想 但是过去就是这样 那现在养成很重视 很重视很多细节 那所以现在医生的养成 不能靠他 就是碰到那个case 碰到那种案例才能够学习 比如说 比如说 我的下面有十几个住院医师 那那我说 这个住院医师 他碰到一个过敏的病人 那他才学到过敏 那对别的没有碰过了 他就没有学到 可是当他学到这个过敏的时候 他是第一次碰到 第一次碰到 那对这个病人来讲 他也不公平 对吧 那第一次碰到 当然 那我们一定有组织医师 都要指导 所以我们就要训练 那万一以后 他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 都没有碰过 当他身到主治医师的时候 那对象 他又是第一次碰到 那我们总是不能这样子 靠运气 就是让他第一次碰到 来处理这个病人 所以我们会有 就是拟真的模拟 拟真的模拟 就搞得好像真的一样 所以我们 我们就会把那些 这些场景 场景 拿病人的故事 就去用演的 用演的 那拟针就是把他演的像真的 演的像真的 比如说也有外科医生 也有刷手的护理师 也有流动护理师 也有麻醉护理师 也有麻醉科医师 这样子 在那个当下 那现在仪器也比较进步 所以有那个拟针的仪器 那那个拟针的仪器 就是他甚至可以 他的心跳怎么变化 血压怎么变化 有参数可以设计 都可以设定 原来 都可以设定 所以当你要模拟说 这个病人打了抗生素之后 产生了过敏 休克的时候 你要怎么处理 然后就一关一关 然后就让你第一次 就已经在那里学习 因为那是一个拟针的模拟的 所以当你处理不好的时候 老师会给你反馈 事后会有检讨 然后反馈 然后同时还看团队合作 因为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团队是很重要的 团队合作 就不要让他 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 是第一次 所以他以后 如果他是第一次的话 他在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好 就等于是有经验 虽然是林真 他有印象 是是是 而且那种学习 可能还更深入 为什么 因为当你实际面对病人 在处理这么围棋的时候 很多人脑袋是一片空白的 会怕 因为他很紧张 所以他在处理的时候 他会慌乱 他会慌乱 所以事后会问他说 你那时候为什么做这个决定 他可能也答不出 当他有这样的学习的经验的时候 那他就更深入的去得到这个学习 那麻醉医学会是很重视这个模拟的教学 情境教学 对 算是这样 可以说情境教学 那我们在专科医师的考试 考试前一定要先通过 这个叫做拟真模拟的考试 我们也是这样弄场景 就用眼的 用眼的 用很多的场景 而且他不只是要通过一场 他要通过很多场 要通过之后才能够 隔年度才能够去考麻醉专科医师的考试 所以是很重要的 对病人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保障 对 对这个确实 那主要我以下就是说 因为现在的仪器进步非常的大 还有加上一些好的药 我记得我十几年前 在做麻醉的时候 我很害怕 因为因为麻醉晚之后 就又吐又晕 坐在床上就像船上 但是我发现就是后面这几年 不太害怕 我甚至在麻醉的过程中 可以舒服的睡觉 还会做梦 所以这药物在这方面的进展 或仪器在这方面的进展 最主要的帮忙是会在哪里 甚至连术后的止痛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都帮助还蛮大的 现在发展就是 我们以前在做医疗 其实很多医疗的进步都这样 那包括麻醉 其实我们更了解为什么 那更了解为什么 透过研究更了解为什么之后 就有语气的发明 跟药物的改良的进展 那比如说老实讲 以前病人开完刀后 吐啊不舒服啊 其实是平常的 对啊都会说 你就开刀啊 是啊 开刀不要在那里 没错 我也被这样告知过 自己就会忍着 对对对 但是现代麻醉 我常常讲 安全是一定要的 可是你要接下来下一步要想 有没有比较舒适的方式 这叫舒适化的医疗 就是安全 安全是你不能说我很舒适 但是我放弃安全 这是不对的 但是安全是要舒适化的医疗 舒适 那舒适要怎么舒适呢 减少副作用 减少副作用 麻醉医师 麻醉医其实很想要 就是说他要麻醉一个病人 好像就弹个手指头 就叮 那他就睡着了 叮 就醒来了 他就醒过来了 那醒过来他跟你说 哇好棒哦 这样竖起大幕子说好棒哦 那这样其实就是需要靠仪器 比如说我们有监测病人的脑坡 我们可以看病人脑坡 那我就知道说他睡到什么深度 然后什么时候我要让他醒过来 那现在也有比较好的解药 比如说我们给病人打肌肉松弛的药 可是他可能 可能到他醒过来的时候 他还没有代谢完 那我们就给他比较好的解药 他就有力气了 有力气就可以呼吸呼吸 那就可以把管 那另外有比较好的 症静安眠的药 那这症静安眠药就是效果比较好 然后副作用的比较少 那这些药 当我们拿来让病人使用的时候 那病人就可以得到 他的一个好的帮助 因为其实老实讲 就是减少这些副作用 过去虽然我们觉得说 副作用很久以前 我们觉得副作用是还好 但是现在我们应该更能够体会 更能够体会 如果能够减少这些副作用 其实他的恢复会比较快 比如说你没有恶心恶吐 那你肚子的伤口就 就在那边弄弄弄弄弄那你肚子伤口就会比较容易复原 如果你可以好的指动 你就可以比较容易下床走动啊 对不对 那你体力就比较能够快速恢复啊 这等等都是现在我们希望能够提供比较好的麻醉医疗 让病人去得到这样子的好处啦 好处啦 那当然还是有一些那可能体质 体质 有些人的体质真的是特别特别容易 我那天有一个病人他就跟我讲说 他上次麻醉的时候插管 喉咙蛮不舒服的 那我就跟他 他很care这件事情 我说那我帮你用另外一个 不要插到气管 我就放到咽喉上面 这样子帮你护通气就好了 那也可以给麻醉药 那应该会改善很多 结果术后我就 我会去腰弓你知道 这个应该他应该有很好的效果 应该会满意了 应该他满意这样 结果他说还是会痛呢 这样 然后我就说哇 不好意思啦 你可能比较敏感 我有特别注意了 他说但是有减少一些 但是还是会痛 哇他的标准还蛮高的 他是要完全不要痛 完全要没有感觉 完全要没有感觉 那我就想说那下次 我用什么方法 可以再让他完全没有感觉 这个就是我的努力的目标 刚刚主任谈到的这些的细节 我都经历过 就是包括插去猴头这边会痛 到后来这几年 有静开到房间 出来其实不会沙哑 声音不会沙哑 不会痛 那一直到像我刚才跟布团讲说 前几天去做大昂静 那大昂静我觉得现在药物真的很好 医师跟你说你等一下 我要帮你打针定剂哦 好一二三 我就睡早了 睡早之后呢 躺在那边 醒来就好了 那其实医护人都会提醒说 你可能半小时之内 怎样巴拉巴拉 就一大堆这样 你回家可能不能做什么 我跟你讲 我走出那个检查室的门口啊 大概做个去尿个尿 做个不到五分钟 我就恢复自然 完全也没有头痛 也没有头晕 晚上就是没有任何的异样 那我就会觉得说 哇那这医疗的进步 真的是帮助很大 那我觉得我很认同 就是主任刚刚讲 就是说 怎么减少副作用 让病人舒服的这件事情 真的是现在医学需要的细节啦 那对病人来讲 也比较容易想要检查啦 或是想要去手术 比较不会那么恐惧 无痛肠胃剧 其实是这大概20年间 发展起来的 那我觉得嘛 然后最可以是在这方面 有他蛮大的贡献 你要想看哦 就是他有一个 我们讲老年人好了 老年人 然后他被检查说 他有前血反应 分辨前血反应 然后他就坐着大肠镜 那没有给他做无痛的 没有做无痛的 结果哦 做完以后 你下次叫他再做 他怎么样他都不要 是太痛了 他都不要 那结果过了五年之后呢 一来哇大肠癌 啊大肠癌啊 赶快阻塞了 这样真的 但是如果他如果我们可以提供像像现在的那个 他可能跟他讲说你半年后要再追踪 因为我发现你有一个很大的习肉我帮你处理了 你半年后要追踪 他就会来啦 是啊意愿就提高很多 对他提高很多 那不然他说哇这么痛我干嘛 然后他就会逃避嘛 因为这个就忍嘛 人就会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麻醉可以是在这方面 其实是这些年来提供很大的一个帮助 贡献良多 因为我跑医药很久了 那真的是你说十几年前要叫他去做胃镜大肠镜 大家一个说不要那一方面又拉拉的不得了 一方面再来就是很痛啊 就一想到那个从上面从下面就是恶心呕吐 大家真的都拒绝 但是这几年的发展真的是很很不错 对很不错 那一方面价格也稍微低一点啊 那重点是让大家觉得说整个检查过程中 不害怕不恐惧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有利于病情的追踪 或有利于一些疾病的发现 那这样子最后请教一下主任就是说 刚刚主任其实也稍微提到了一下 就是术前跟检查的时候 有哪一些我们病人跟家属需要去配合的事情 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些疾病史需要去告知或什么之类的 那还有哪一些的东西 哪一些的内容是我们病人跟家属需要去配合医师的 可以再帮我们提醒一下 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麻醉是很专业的 那所以我们通常如果问我们有些会问的比较深入 在麻醉医师的面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我再举一个例子 但这个例子是有点比较特别的 就是有一个六十多岁的那个女生 有一天礼拜六来的时候就说她要做什么手术这样子 那我就跟她问完了 我也检查完了觉得还好 只有高血压 那应该还好就跟她讲说你血压要怎么吃 讲完之后她就看着 然后就眼泪掉下来 她说我还有话想要跟你讲 不知道可不可以讲 我说当然可以讲 什么都可以讲 为什么不能讲 她说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他有一天在睡觉的时候 然后就突然叫了一声 然后他太太在旁边 然后送医院没有救回来 他说哇 我这听了就起脊椎疙瘩 是 怎样 因为他们住在一起 是 他们住在一起 这很特别的问题 那那我说后来检查出什么 他说不知道 因为送到医院都没有救回来 我说没有检查出什么问题 那这很特别 我说你我们去检查 他说有啊 那我就去检查心脏啊 什么健康检查都做 也没有问题 他说可是我的侄子 有一天就走在路上 就倒下去了 也走了 也走了 哇 这个很特别 当然这是特别的疾病 特别的疾病 就是连这些 我都跟他很深入的去 跟他了解 然后再帮他做后续的安排 然后去跟心脏科医生 然后去跟 其实我觉得应该主要是心脏的问题 然后讨论 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些病人 然后就是即使是这样 这么细微的东西 没错 就是我们知道以后 就会去想说 他会不会有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潜在的风险 没错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些高风险 有时候真的高风险 真的不一定看得出来 不是明着来的那种 不是让你看得出来的高风险 对 我们听完这一集 大概也都了解到 麻醉在手术或是检查过程中 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环 我们需要医疗团队 还有监测仪器跟药物的配合 尤其一些高风险的病人 那刚刚主任也有提到 就是说 即使家里有一些潜在 一些很特殊的状况 其实在整个评估的过程中 都应该要详细的跟医师说 那只要你有尽情的告知 那其实也不太需要去担心 手术或检查 因为我们有专业的麻醉科医师 会帮大家守护着 能让治疗的过程更安全 我们元气医生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感谢各位收听 如果喜欢这集内容 您可以在元气网医生频道 重听本集节目 并阅读精彩报导 也记得订阅我们 留下好评 或是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想法 感谢观看